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姚飞丹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人无性不利的综合性学习第二课时 上节课我们借助搜集的材料了解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 认识到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探讨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在课前任务单里,请同学们完成这样一个活动 通过观察生活、询问长辈、检索新闻等方式 收集身边的诚信事例,并用文字把它们简要地记录下来 同学们做得怎么样? 下面我展示我的一个学生填写的表格 我们一起从正反两个角度分类交流搜集到的身边的诚信事例 同学们查找的事例很丰富 又查找到诚信考试的 认为诚信考试教育的宣传价值是严肃考封 反面事例是有的学生抄袭他人论文 认为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 有的同学查到的是关于企业的事例 某个车企召回不合格批次的汽车 是对顾客负责的诚信行为 与之相反 个别饭店私改过期产品日期继续售卖 这是一种利益至上的失信行为 还有同学从社会生活角度查到了两个相对的事例 正面事例是我们社会对于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 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到诚信 反面事例是有个别乘客乘坐高铁前 明明买了二等座的车票 但上车却堂而皇之坐在一等座座位上 这就是违反社会规则的不诚信行为 同学们查找到的事例很典型又贴近生活 通过阅读表格 我们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各种诚信行为和失信行为的差异 也能在辨别的过程中学会明辨是非 下面让我们走进具体事例 一起深入探讨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从学生的角度来探讨 近来有些省市、学校进行大型考试前 都会向考生发放考试承诺书 需要考生与家长一起认真阅读 之后有考生在承诺书上自愿签字 这样的考前承诺仪式 是让考生诚实守信地面对考试这一严肃的事情 让考生考试守信用 排除外界干扰 排除动歪念头的可能性 这里强调考生守信诺 正确认识考试对客观评价每一个人的重要性 维护考试的社会公平性 还有一个学生角度的反面实力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项获奖作品 引发人们关注 获奖项目为C10 ORF67 在截止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 该项目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公式中唯一的研究者是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 相关展示页面中配有这个学生进行实验的照片 有网友质疑 这项研究工作的水平已经达到硕士研究生 甚至博士研究生水准 后来小学生的父亲致歉 过度参与编转过程 后来赛组委会办公室就这一室进行调查后认定 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 项目研究会根据评委会建议 决定撤销该项目获奖奖项 收回奖牌和证书 以非诚信的方式参与比赛 看似是家长对孩子的帮助 但实则缺乏的是信用 无视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个体和社会都造成不良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的诚信事例 同仁堂三百多年里 对于所用药材一直讲究的就是地道二字 处方规定用十六头人身 就绝不能用三十二头人身取代 为了保证紫血丹的效力 一直坚持使用金锅银铲产等 新来的伙计对此曾多有富费 炮制药材的过程又没人看见 有些工序省了 也不见得会影响药效 何苦如此呢 每遇此老同仁堂人都会请出药行里的老化教育他们 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 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自律诚信 才能够让这家药店历数百年风雨而不衰 同仁堂作为一家有诚信传统的企业 为了发挥最佳药效 对药材一直严格把关 对药材的炮制也容不得半点影响药效的捷径 最终赢得顾客与社会的信任尊重 同仁堂这家老字号企业的坚守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诚信 看过同仁堂的诚信事例 我们再看一个反面例子 一些城市主干道 国道 甚至高速公路 都存在反光效果不明显的标线 由此带来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 反光效果取决于标线中 反光玻璃微珠的含量 而反光玻璃微珠的含量 则决定了涂料成本的高低 交通部 路面标线涂料的标准规定 热熔型反光标线涂料当中 必须混入18%至25%的玻璃珠 有的施工方为了节约成本 他们反光标线内 混玻璃珠的含量 不超过10% 由于小部分企业的压缩成本 导致路上的标线不标准 让行驶在路上的司机 看不清路标 特别是夜间行车时 会带来更严重的安全隐患 威胁着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这是企业不讲诚信的恶劣行为 以上是从个人和企业层面 探讨诚信的价值和意义 下面我们从社会的层面 探讨一下诚信的价值和意义 2020年疫情期间 每个人的行为都关系和影响着 对疫情的有效控制 西城大野 这个称呼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 西城大野是2020年5月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通报的 首例本地确诊患者 网友称他拥有最强大脑 他对2020年5月30日以来 在北京所去过的地方 无一遗漏地回忆出来 并准确地回忆出了 过去两周中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诚实准确地提供了一份 长达38人的详细名单 为整个北京市的疫情防控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城大野讲真话的诚信行为 是为他人生命负责 有功德的体现 但是 与西城大野相对应的 是另一种做法 则是不诚信的 新冠疫情爆发时 少部分人对自己的行踪 进行瞒报 去医院看病 也不向大夫说实情 特别过分的是 这些人竟然还不配合 街道等相关部门的调查 瞒报 企图蒙混过关 为国家疾控中心的 流行病学调查 和全国疫情控制 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这些隐瞒行踪或病情的 不诚实 不守信的行为 妨碍了国家传染病防治 对他人的生命健康 造成了威胁 尽管如此 我们的社会 一直都不缺乏 暖人心的诚信故事 比如说 最近发生了这样一件 感动无数人的事情 在安徽廊西的一家超市里 老板紧急外出 忘了关门 顾客进店 选好商品后 就如同老板在店里一样 留下了钱 有的顾客 冲着摄像头 高高举起手上的矿泉水瓶 示意自己买了什么东西 还有的顾客 买完东西后 在柜台上 留下钱和字条 才离开 在这样的事例中 我们看到 诚信如同纽带 把人与人紧紧地 粘在一起 人们都保持诚信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也就获得了 无形的支撑 工作 生活会更加顺畅 这里的诚信 是一种顾客 对商家的诚实 讲信用的行为 最后 还有一个反面实力 交警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悬挂的挂车车牌存在明显伪造嫌疑 其字体 其字体与国标制式存在明显差异 同时 号牌上还糊了一层泥巴 对驾驶人进行调查后得知 该车是他从非法中介处购得 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为了能正常使用 他便通过小广告 联系上非法代办 制作了一个假的挂车号牌 这位自欺欺人的车主 不诚实 不守法 最终导致被扣分 被罚款 行政拘留等 执法部门 为他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诚信课 让他知晓不诚实触犯底线的代价 基于以上正反势力的对比 我们来探讨一下 诚信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 正面例子里的诚信行为 体现着守信诺 讲真话的好品质 那些反面例子里涉及 学术造假 无视公平 自私欺瞒 缺少功德 欺骗造假 自私自利 等不诚信的行为 在当今社会 诚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呢 对个人而言 诚信是一种品质 一种责任 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 诚信是人与人 维系和谐的纽带 是社会进步的基石 第二呢 对企业或集体而言 诚信是生育 财富 是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 第三 对整个社会而言 诚信为社会和谐 奠定基础 有利于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 和凝聚力 进而 激发社会的活力 和创造力 诚信 具有这样重要的价值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又可使 2006年3月 承介的措施 比如 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 对于 失信被执行人的 惩罚措施 有以下内容 法院 发出限制高消费令 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 被限制高消费后 不得有以下 以其财产支付费用的行为 乘坐交通工具时 在星级以上宾馆和酒店等场所 进行高档消费等要求 受到惩戒后 不管是个体还是企业 都会有意识地保证诚信行为 要达到更高程度的诚信 个体还应当把诚信 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论语中有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的论述 卢兆林也有 若有人兮天一方 忠为依兮信为商的名言 人生活在社会中 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联 这就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则 有章必循 有诺必见 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 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 诚是真诚诚实 信是守承诺 讲信用 诚信是守诺 建约 无期 通俗表述 就是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 哲人的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诗人的 三悲 土然诺 五月 道为清 民间的 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都极言 诚信的重要 几千年来 一诺千金的佳话 不绝于史 广为流传 诚信 是公民道德的 一个基本规范 诚实 守信 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在当今社会 依然发挥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充分探讨了 诚信的丰富内涵 古今社会价值 以及 怎样做到诚信后 接下来 我们要结合 学习的内容 进行 文明社会 从我做起的 诚信演讲活动 请同学们 先回顾一下 自己搜集的 哪些材料 可以作为 自己演讲的素材 然后 根据写作 演讲稿的要求 列出 演讲稿提纲 写作演讲稿 需要注意 第一 讲稿观点鲜明 重点突出 语意明了 感情真挚 第二 阐明诚信的内涵 行文赋予变化 能够引发共鸣 达到感染 教育 启示听众的目的 第三 选择体现诚信价值的 一个方面 第一点 检索资料 了解有关诚信的经典论述 典故等 阐明诚信的内涵 第二点 采访长辈 了解他们对诚信的理解或案例 说出你的收获 说出你的收获启示 第三点 结合事例 解读诚信的现代价值或做法等 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 试着列出 演讲稿的提纲 下面 我们来看两位同学 写的诚信演讲稿提纲 小丁同学的演讲稿题目为 当代学生 诚信为要 他认为 作为当代学生 我们要在三方面 做到诚信 第一方面 考试需要诚信 他认为考试是检验我们 学习成果的方式 如果不以诚信 那么检验的过程和结果 都没有任何意义 就算侥幸当时成功 今后的学习质量 无法保证 也不能保证 没有人找你秋后算账 第二方面 学习需要诚信 他认为 在学习上 投入百分百注意力 是家长和老师 对我们学生 共同的希望 但实际情况 往往不尽如人意 很多情况下 自欺欺人的想法 总会突然 跳进我们的潜意识中 做做表面功夫 熬时间 其实是最不划算的方法 既浪费了时间 没有学习效果 又没有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休息 简直得不偿失 而且这种做法 骗的永远只有自己 因为学习 永远不是为了别人 第三方面 带人接物 讲诚信 他强调 诚信 是做人 最基本的准则 借用 论语中的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说明 人 没有诚信 是不行的 对于学生 更是如此 身为学生 班级 校园 是我们 最初 接触到的 社会雏形 是我们建立 稳固社会关系 最难得的机会 都听大人说 学生时代的朋友 感情是最真挚的 人生 自有 大多 结识于初识 试想一下 这时候 如果不把诚信 摆在第一位 谁 会和你做朋友呢 结尾部分 小丁同学 发出做诚信学生的 号召 另一位 小丁同学的 演讲稿题目为 诚信是企业的灵魂 下面是提纲 他开头提出 自己的观点 诚信是企业 获得长足发展的 重要的因素 他分为两个部分 书写提纲 第一个部分 谈诚信 对企业有重要意义 他从正面 找了我们学习中 谈到的事例 良心车企 召回不合格车次 对顾客生命安全负责 他还从反面 也找了一则 我们学习过的 个别企业 私自减少 高速路反光标线中 反光玻璃微珠的含量 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的事例 第二部分 阐释做到诚信的方法 他建议 企业将诚信写入企业精神 他引用了 任正非 致新员工的信 信中指出 诚信是华为企业精神的核心 结尾部分 小李同学再次强调 诚信是企业长远发展的 重要因素 还进一步指出 企业也承担着 社会诚信风气 形成的责任 上面的两个同学 演讲题纲 你更喜欢哪一个 请同学们 根据搜集到的 丰富的材料 根据我们这两节课的 学习所得 拿起你们的笔 完成文明社会 从我做起的诚信演讲稿 在班级开展演讲活动吧